这种现象是很典型的,能说明一个事实 那就是夏天和秋天的月季开品都不够好 夏天和秋天的月季比春天差距很大 因为夏花和秋花不够好,所以拿不出手来炫耀 能注意到这点的花友就会明白月季虽好但也有缺陷 比如月季不耐高温并宠害较多 连续下雨更会对月季造成毁灭性打击 视频中是压热带7月的藤彩虹 绿化带的月季是粗放管理,但也是月季最真实的一面 因为这段梅雨连续下了十几天 大部分月季状态都不好 即使有个别比较健康的品种 花朵也经受不了连续下雨的摧残 大游行的状态还不错 网络上被吹嘘的粉色龙沙宝石夏天的状态最多也就如此 无论是整体健康状态还是开花数量 由此可知那些拼命吹嘘粉色龙沙宝石只说优点隐瞒缺陷的人是违背事实的 现在网络上的园艺频道浮夸和华众取宠的不少 能保持客观优质的园艺频道非常少 我栽众月季七年了,遇到过很多华众取宠的频道 能给我有价值参考意见的频道只有区区几个 这几个优质的园艺频道让我学习了一些真实的信息 而那些华众取宠的频道整天吹嘘的月季 我买来栽众几年后却表现很差 和他们嘴里说的截然相反 比如抗病很差,不耐晒不耐语等等 他们嘴里的抗病很好,都是建立在每周打药的基础上 或者遮阴避雨来保护花朵的状态 经常打药遮阴避雨,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直接说出来就好啊 他们遮遮掩掩的不过是想装神弄鬼 显得自己多么的高明,借此来收割粉丝和流量 虚假的世界再美好,也不是现实中真实存在 比如视频开头春天里的月季 春天的月季都繁花似尽,也都很健康 夏天和秋天的月季完全是另外的模样 网络上有很多虚假信息,原因世界也是如此 学会分辨这一切是很重要的,否则就会浪费时间和感情 这一切是很重要的,否则就会浪费时间和感情 这一切是很重要的,否则就会浪费时间和感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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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